這個暴風圈越來越貼近我們的東陸臺灣 剛才我們在科技中心的分析裡面 有談到它可能會有一些 靠近的時候有一些微調或者是 可能這些還在觀察的地方 所以我想這一點 希望我們的氣象地步 我們科技中心繼續的觀察 判斷 即時的提供我們民眾比較正確的 最新的開放的狀態 從過去的經驗裡面看出來 很多民眾的不幸 其實是在強風暴雨或者是淹煮的時候 有一些冒險外出所造成的不幸 但這些不幸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再強調呼籲 對於全國的同胞 配合政府的管制措施 在颱風來氣的時候 盡量的不要外出 同時再做好自己的防態準備 另外就是對於我們代替的這些救災人員 我想無辜要接手崗位 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立刻就要出動救災 現在我再一次地忽悠 我們的救災的同志們 在救災的同時 一定要注重自己的安全 那麼台灣地區大概立刻就 就是很快就會進入到暴風圈的範圍 現在在沿海地區裡面 有傳出十級的征風 那麼入越以後我想 北部跟東半部的風呂可能還會再增強 那麼我希望我們的交通部的同仁 對於這些容易貪方的 比如像滑東地區啊 或者一些山區的這些的部分 容易貪方的道路啊 我們希望能夠加強搶救的機具 跟人力的預先的土質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可以更快地來出動 加強搶救 那對於這個容易淹水的高頻地區 我看來降頻量也非常的高 那麼這個部分也請經濟部 跟這個高頻地區的現實這樣 一起的聯合 對於可能有這個淹水之餘的地方 預製的抽水機 那麼河川的水位 水能抽水在裡面運作啊 我想這個都需要我們的設備 變得一個 都是在維持在最佳的狀況 那麼我們這段時間 全力的一個體備 那麼到必要的時候 就能夠立刻順利的運作 確保這個我們能夠把傷 這個裡面的損害啊 降低低 確保我們民眾 能夠盡快地在這個災後裡面 可以增進正常的情況 這個以上的幾點 但是請我們的各部會 能夠現實的同位 繼續努力 再一次會感謝各位的辛勞 謝謝